今天是小年夜 談到這個聲譽的問題 當然是這個餐桌上比較敏感的議題 今天晚上好好升 回到這個整個的 大家在講說 整個中國大陸的人口下降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未雨綢繆 他把那個徵兵的年齡從二十四 提高到二十六 就是希望把那個貝斯 提前把他徵大 那其實我知道 我們知道說中國大陸 他的制度 他要強制徵兵 要把那個兵源充足 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大陸人口的下滑 最重要的會產生的問題 是經濟成長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說 其實以臺灣過去的經驗 臺灣過去戰後 嬰兒潮不是往上拉嗎 那後來有這個加工出口的區 有這個這個科技園區 也有相關的這個經濟政策 讓臺灣經濟高速的成長 那高速成長整個經濟變好了 大家的權利平權的這個概念 往上了 這個生養小孩的機會成本 現在也變高了 那所以開始變成就是朝向低生育率 人口老化的過程 可是重點的差異 就是臺灣有先經過經濟成長 大家變富有的狀況 人口才開始老化 可是中國大陸他不是 他是現在還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那我們知道當時候 這個改革開放 一九七九年 這個因為人口大 實在大爆炸 這個嬰兒的人口拉得太快 所以他實施一胎化的政策 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已經將近四十年政策 就有兩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 就是其實在這個沿海高所得的區域 他的所得已經提高了 他的人口的這個一樣有少子化的問題 第二個其實在一胎化實施到四十年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是一個男女極度不平均 就是性別比例幾乎不平均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有一些農村 他因為這個已經是農村的男子 高於農村的女子的比例了 那這些女子又要找這些工作 就到了城市上發展 那這些男子根本就在這個農村 找不到任何的老婆去結婚 所以現在整個中國大陸 似婚年齡的男子是大幅高於女子 有三千萬人口 是非常驚人的比例 所以你看到整個中國大陸 他的經濟問題產生什麼 是大部分現在已開發國家 會經歷的是大家已經變有錢了 才老 可是他不是 他是大家還沒有變有錢 就已經先老了 這是中國大陸在人口下滑的過程中 必須面臨最大的問題 老闆 我覺得我們臺灣是最沒有資格 去討論中國大陸的少子化問題 我們比人家嚴重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炎黃子孫的女子 都不想生小孩 所以你看新加坡 香港 臺灣 然後再加這個韓國 然後日本 這個生育率都差不多一點出頭 甚至一以下 那歐洲這些國家哪一個國家生育率 最近也不好 意大利 所以我一定通常在想 意大利的媽媽跟臺灣的媽媽有類似的地方嗎 我有心得 不過今天不講 今天不講 我怕你收視率太高了 所以所以同樣是生育率下來 同樣不想生 老娘不幹了 但是他又加了一個液態化 是讓他更惡化 他那時候該不該液態化 我在想 他那個時候該不該液態化 絕對不應該 所以跟這次的COVID-19一樣嘛 就是領導人聽錯了 比如說聽錯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 大家都相信 臺灣不是也是嗎 當時就流行兩個孩子恰恰好 一個孩子不算少 還有沒有 這個LEADER在選擇他的POLICY的時候 不能犯錯 一犯錯是千古難回 所以現在你們在講 這個這個通告文裡頭在講 軍隊 軍隊不重要 因為軍隊那麼多 趁這個機會拆拆軍又有什麼關係 你老公要侵略各個林邦 要舞陽威 也不在乎那個數目 我覺得是經濟力的持續 還有這個 我們以前臺灣一年生四十萬 我的年代四十萬 現在是十四萬 十四萬各辦的話 只有七萬對 七萬對 三十年後生的小孩不到六萬個 你知道不到六萬個 臺灣也沒有兵 但是問題是經濟的持續 還有這些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 還是我們建國獨立的前輩 他有一天我跟他吃飯 把他抖倒 他說你這個方法都什麼 好的國家 像比利時 像荷蘭都只有一千萬 我們還有兩千三百萬 我想說你打個判斷了 我們是從兩千三百萬 要調到一千萬 怎麼個調法 這個過程裡頭 這些人都要吃飯的 這些人都要領退休金的 沒有人繳退休金 他們從什麼地方去哪 所以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沒救了 是真的沒救 所以不不你聽我說 這很重 2024任何總統候選人 不提出少子化的問題的人 這個票不要給他 絕對不要給他 因為這個問題比什麼都嚴重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